台湾枣品质优又大又甜的品种相当的稀有 一颗六两的枣子送礼自用两箱仪 在产地就很抢手了 不过新北果菜公司也准备了枣子品尝会 不但有很受欢迎的蜜枣 还有像青苹果一样大的珍宝 以及价格高贵的新品种叫做雪莉 在我们这边买是产地直接去抢过来的 这么高档在台湾自己种蜜枣 走过路过眼尖的消费者绝对不会错过 因为这又大又美的枣子原汁原味来自台湾 但它们可不是一般的枣子 这品牙口有大色跟燕枣的 这个有蜜枣有珍汉 珍汉你看价格就高很多 因为它跟青苹果一样大又圆又大 为了推广台湾独有的甜枣 新北果菜公司举办枣子品尝会 现场有三种枣子 都是难得能吃到的高贵品种 今年新的品种叫雪莉 皮比较薄 但是颜色色者没有办法这么绿 它的甜度绝对都在14度15度以上 甜度非常的高 水分非常的多 那很值得跟大家推荐 我们自己国产的 非常优质的好水果 枣子抗氧化能力强 而且营养丰富 素有台湾青苹果的美誉 而这珍贵品种拿来送礼 肯定不会失礼 不过老公疼老婆好的决定要留给自己 这个是真的很稀有 这个是今年新品种 你电视上去你去Google一下嘛 那个硬桃雪莉 你就可以跑出来 我叫买这个 谁呀 一箱一箱一箱 然后老婆 老公要犒赏老婆的 产地都很难抢到的高贵雪果 现在新北果菜公司 特别推出精选礼盒 各种规格和价格都有 不过数量有限 要强要快 记者沈志勇 新北市采访报导